这个视频咱继续来看几个二次函数平移的问题 已知将二次函数Y等于X方-2X向下平移若干个单位后 过点-1-1求平移后的解析式 先画出Y等于X方-2X的图像是这样的 而点-1-1在这里 把图像向下平移后经过它 那咱只要求出向下平移的量就能得到解析式了 显然这对点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两点的纵作标之差就是平移的量 这个点横作标是-1带入进去 Y就是1加2得3 所以这个点是-1-3 把它平移到-1-1 那就是向下平移了4个单位 因此平移后的解析式也就在后面减了4 就是Y等于X方-2X-4搞定 可见要让抛物线平移后过某点 你就先求出这个点平移前的坐标 通过这对点的关系就能得到平移的量了 好咱再用这个想法看到左右平移的问题 已知二次函数Y等于X方加2X-3 向右平移M个单位后过点30 求M X方加2X-3 就是X加3乘X-1 那它的图像就是这样 和X轴交于-30和10 把它向右平移后过30 那就是从1到3平移了两个单位 M就等于2对不对 对是对 但不全对 你看你要把这个图继续向右平移 也可以让左边过30啊 那这时就是从-3到了3 也就是平移了3加3得6个单位 因此除了2以外 M还可以等于6 这才是最后答案 可见左右平移的问题 一定要注意答案可能有两个 好总结一下 对于抛线平移后过某点的问题 你就求出这个点相应的平移前的坐标 通过这对点的关系 你就能得到平移的量 另外对于左右平移的问题 一定要注意答案可能有两个 内容都讲完了 赶紧刷题去吧